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烧带鱼的家常做的方法 色泽红亮,肉质鲜嫩又好吃 首先剪去带鱼的头部和尾部 然后用剪刀剪去带鱼背部的旗 把带鱼的腹部剪开,去除带鱼的内脏 带鱼腹部连接带鱼肌骨的这个部位 有很多的黑血一定要去除干净 带鱼宰杀处理干净以后切断 今天选用了两条带鱼做一排红烧带鱼 带鱼的三个重量在500克 两条带鱼切好以后,下面切点葱姜 因为接下来的一步要腌制带鱼 因为带鱼的味道特别的腥 所以在制作之前一定要先腌制带鱼 下入花椒3克 下入高度195克 下入精盐2克 把所有调味料和带鱼抓拌均匀 腌制带鱼这一步既能去除带鱼的香味 而且还能增加带鱼的香味 把所有调味料抓拌均匀以后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切在呛锅的小料头 去皮清洗干净的蒜子6个 用刀拍一下 简单的切几刀切成大哥的蒜粒即可 做红烧带鱼蒜子可以多放一些 切在大葱白和生姜片一块烧至带鱼 葱姜蒜不管是烧菜还是炒菜 都能增加菜肴的香味 20分钟以后把带鱼挑出 去除带鱼表皮的葱姜花椒 起锅烧热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这一步要炸制带鱼 用勺子搅动油面使体油均匀收热 在锅中油温达到7成热以上下入带鱼炸制 在炸制带鱼时油温一定要高一些 低油温炸制带鱼容易把带鱼肉质炸碎 带鱼下锅以后保持油温炸制一分钟以后 用漏勺捞出抖散 然后转小火继续炸制一分钟 如果是家庭的火一定要多炸一会儿 炸制时间到以后把带鱼捞出 带鱼的表皮为焦黄色 重新起锅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八角一粒掰开 八角能增加带鱼的符合香味 把八角炒至变色炒香 八角炒香以后下入秃姜蒜炒香 保持小火慢慢把秃姜蒜煸至变色 烹入生抽酱油10克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烹入料酒20克去新增香 锅中加入清水两勺 下入炸好的带鱼 下入精盐一克胡椒粉一克白糖三克 下入米醋20克 锅中的汤汁开锅以后转小火 慢慢烧至8分钟 时间到以后勾入少许的芡汁 使带鱼的味道更加的浓厚 出锅前烹入5克米醋 最后一步出锅装排 带鱼的色泽非常的美观 味道非常的好吃 而且没有腥味 撒上少许的小葱花点缀颜色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